减肥不能吃糖 谁说的 我们家媳妇为了减肥 抱了个缺点斑 说花900块钱能减10斤肉 刚刚我媳妇在一起的时候 她最胖已经100斤 现在我们结婚4年生2娃的 体重却比以前胖了70斤 我得拐拐 关于平时带娃照顾外婆 她也没少动啊 怎么还越来越胖呢 你怎么回事啊 有的人喝水他都长胖 你知道吧 减肥店的人说了 我白天正常吃 少喝水 然后晚上吃两头 一天能掉成七八两的 真的吗 老妈她花钱的 她在这样说的 你们觉得她多久能减肥成功呢 正好我们地面有个陶渊啊 现在就抓点陶子 为减肥做准备 走走走 快点走 我妈说急了 那你没有走就把我们要走 有你了 哈哈 专业带娃的 专业哭了 我看见没有 这个天气就我妈跟我 媳妇两人想出门了 这里孩子都住在钓鱼里 你看那小脸被晒的通红了 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小孩 是不是也这样 我们家肥牛市不到热天 她不出门 这脸晒的都没法看了 把这个晒的带走 每次让我妈带二的 她都是愿意的 但是她就不愿意带肥牛 主要是肥牛太调皮了 去哪都离不开她的玩具了 希望我婆婆今天不要 等一下吃饱了再回来哈 上次吃人家几个火龙果 火龙果天天火完了 我去吃一个 三公 怎么可能 反正我们家每次出门呀 摘桃子什么之类的 但我婆婆从来不吃亏 哈哈哈 你吃一个 对 小白等我 哈哈哈哈 我们已经到这里了 老板说这个红桃最好吃 尝一下 好吃 嗯 鸟 鸟 太喝了 猫桃油桃黄桃都有 老板说骑着个三轮车 把我们带进去 哎呦 拿着老妈聪明一下 因为穿着防晒服来一顿 嗯 噔噔 这么小的车 拖这么多人 她承受的 她不该承受的压力啊 哈哈哈 牛肉 吃个桃包 我喜欢吃饭 看看我的位置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感觉是小车今天能跟我们压怀的 哈哈哈 这里的风景是好啊 走走走 这个桃的话 自己摘 跟牛桃一样 都算3块5斤 还是挺便宜的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摘这个毛桃 还有那个油桃 老婆已经上手了 这孩子是个打不住的 哈哈哈 这里还有桃胶呢 你看见没有 这个树 什么样的 等我多点点 反正都是免费的 对不对 对 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桃胶 听说是美容养人的 你张家漂亮还是比较一样啊 太美丽 你有危机感啊 老铁 请点 我们家的大人已经上树了 哈哈哈 看这个大 你慢点啊 这个树承受不住 听见没 只因为老板说上面的更好吃 来来来来来 这个才是我妈的职业 乖 这才桃掉就可惜了 这个好桃子 耶 你头就不摘了 老板娘不摘了啊 你不要说呢 你你你 不要你 哈哈哈 妈呀 老妈你咋也上树呢 我胃我们都大了 哈哈哈 咋了过敏了这个 我这手碰一样 我还是痒了 丑后还不丑后呢 老板娘给他砍着你 哈哈哈 对对 哦 咱低调的 哦 有点这个话呀 哈哈哈 这一桃真的是太多了 有点摘不过来了 摘多少了 给抱抱看看 不姐 我妈都摘着大半天 哇 这个更多 多多爱点 打点给你酒店吃吃吧 谢谢我婆婆 还有我婆婆好 说几单没得啊 没得 咋了 他都不搞钱了 哈哈哈哈 我没得啊 完了 这有个人要贴吧 现在我们再去摘点油桃 不好吃 有点好吃 爱意的 好吃 那个毛豆 哈哈哈 坐在这个腊鱼肚上 就有童年的感觉了 快点走 干嘛头脑了 其实这种裂口的桃最好吃 我真的觉得那些裂口的桃 是特别好特别好吃的 他虽然长得不好看啊 但是就跟我小话是一样的 特别的铁 这个车大呀 猴猴的 太便宜了 好饿 哈哈哈 刚才问那个老板娘啊 我问他这个是不是 人工话没叫出来的 老板娘说不是的 这还有那么多普攻阴的 老妈 还好几年没的 小餐呢 我就出去 哈哈哈 这个量已经可以了 收工回家 这边还有柿子 到时候带我婆婆来摘点柿子 他能把柿子当饭吃 哈哈哈 我等着 习惯好了 不能弄你的 这个妈妈的脚怎么办呀 我还不弄的 你脑子不听话 哈哈哈 说你不听话听见呗 老板来了 走 走了 哎呦 哈哈哈 这大桃已经摘完了 回家给我媳妇吃看看 看他能说多少斤哈 说计划怎么东西呢 一天七八斤后来不见话 我大老说一天七八斤 那不可能 哈哈哈 做梦了 七八斤 我的妈 哈哈哈 摘了三十多斤 现在称一下有多少钱 你这还不够装的 付钱回家 去摆个西洛特行了 应该的 来来来 摸到一个人吃了 还挺不挺 挺啊 还不够 你放嘴巴 哈哈哈 打腰里 赶紧不论 这样都说挺了 下次还要都转上来 快点进去拜拜哟 姐姐 加油